如何打造中国制造的黄金名片 等你 好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各位晚上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的对话节目 可能对很多观众来说 大家非常熟悉 在中国颇具影响力的一档 大型的媒体民生调查活动 叫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 不久之前 他们刚刚公布了最新一期的调查结果 呈现出了中国经济的一张最真实的表情 在今天的对话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请到了几位嘉宾 他们将会在现场围绕着这份新鲜出炉的 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的结果 展开一次中国经济生活的再调查 大家猜猜看他们会是谁 来 我们看看大屏幕上 我们为这三位嘉宾准备的名片 提示一 为自己代言 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走过的路寸草不生 迎销女王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 马上来看看第二位嘉宾 改变正在发生 奥运火炬 从运动员到企业家 一切皆有可能 有答案了吗 马上我们呈现第三位嘉宾的提示 厉害了 我的大嘴书 能不能抄苹果 迎三星 就看2017年了 我没有吹牛 丙多就是不谦虚 人正非身后的男人 各位猜到我们三位嘉宾都是谁了吗 欢迎董明珠 李宁 于成东 欢迎李宁 欢迎于总 来来来 在这张名片上 有很多可能是你们认同的 也有你们不认同的 都认同吧 如果让你自己补一条 你觉得还应该补一句 什么样的标签 我们在今年提出了一句口号 要把爱献给世界 余总有没有哪一个标签 是你想要更换的 大嘴 我说我们是不谦虚 但是我们大嘴的背后 是我们的拼搏 奋斗 努力 李宁先生 看到我们给出的 名片上的提示 有没有您喜欢的 有没有你不喜欢的 一切皆有可能 所以喜欢和不喜欢 可能都在其中了 对吧 当然呢 除了三位嘉宾之外 我们还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 他就是吴小波 来 掌声欢迎 我觉得为了公平起见 也让小波要在名片上贴一个标签 我觉得刚才很神奇 他那个寸草不生怎么会同意的 对呀 对呀 我刚才其实百般提示 这个董总说 我都接受 董总说确实寸草不生 寸草不生 就是一个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最要面临的就是交易 交易这里面就存在很多的灰色的 我们拿不到台面上来的 所以它就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发展 甚至于对我们整个一个社会的发展 都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与这些行为在斗争的时候 你一定是要让他寸草不生 其他两位嘉宾 他们的标签 你觉得还可以吗 我觉得对 余总这个任成分后面的男人 也挺可怕的 我觉得咱们颠倒对李宁总是下手最轻的了 就是给予了特别多的爱 那今天我们首先 也让我们三位企业家要加入我们的第一个调查 因为这个调查呢 跟你们常常面对的消费者息息相关 三位请听题 请问2017年您认为消费者会增加哪些消费的支出 我们只选三样 来三位一起请亮牌 董总选择的第一是汽车 第二是教育培训 第三是家电 在董总的这个答卷上 我原本认为家电他可能会选择第一 结果发现他选了汽车 因为这是他要下一个进入的领域 最懂你的人原来坐在你的对面 不是坐在你的隔壁 大家都渴望着环境 特别是像这种雾霾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困扰 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解决 那所以这个汽车就需要它是真正的一个跨越式的转型 真正能生产出消费者自己能够要的节能环保 资源没有消耗的 我觉得这是他们迫切需要的 所以这点我觉得我们走到了今天我们企业家的责任 更加显现出来是一个对社会的一种体现了 对 我们看一下余总的答案 余总的选择呢 排在第一位的是手机等数码产品 哎呀最爱自家产品了 排在第二的是文化娱乐 排在第三的是旅游 我曾经在很多年之前做过一档对话 当时是我们国产手机的份额 刚刚超过了洋品牌的手机 占51% 但是多年之后呢 这个江山又反转了 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你说的是功能手机时代 中国厂家曾经占到半笔江山 那很快又不行了 因为在技术更新化大和升级的时候 中国厂家在技术在产品质量没有过关 30多年来我们成立以来 一直在强化的加强在技术创新的投入 如果看着其他公司 还在2015年的研发费用的话 我们可能大概排到全球的前三位了 一百多亿美元的研发开支投入 刚才我在进来的时候看到了李总 我还想李总拿了两部手机 都是华为的 因为我真的很感动了 李总拿了两部手机 一部是华为的 一部是格力的 两部都是华为的 我刚才我跟李总聊了一句 我记得我是24年前加入华为的时候 华为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公司 当时任总你说一个梦想 说我们要成为中国最大的通信企业 我没有人相信 但今天我们几年前 我们已经华为成为最大的 世界上最大的通信企业 华为也是最近几年 我们才开始在中年发力 中断这个领域 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说 华为是中国智能手机领域 应该目前是市场份额第一的 全球前三大智能手机厂家 刚才我们余总说了半天 我好想点评一下 因为美风老师刚才讲 所以李宁老总怎么拿的 第二个应该是格力水利 怎么拿两个都是华为 我觉得华为我们感到很自豪 因为华为有一天 那个报告出来是5000多亿时候 我们全公司 所有人都要向华为学习 我刚才也讲了 我们叫做后起之罪 但是我想华为永远是我们的老大哥 但是我希望有一天华为在世界上 在第一的时候 我们格力能在第二 对 人总经常教育我们一件事情 叫做事要聚焦 要不允许我们发散 我们二十多年来 就三十多年来应该说 我家众 我们华为为了一个领域 一个通信 在这个领域做到机制 李宁先生是冠军 拿过那么多的世界冠军 奥运冠军 所以董总就说 华为有一天是冠军的时候 我们是亚军也很好 只要是我们的中国企业 是我们的原创的力量 和科技的创新 就会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 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骄傲 我记得我十多年前 曾经去马尼拉 我满街看东西 很多Made in China 但几乎没有中国品牌 去年12月份 我去迪拜 迪拜有个很大的小屏幕 中心有个暂停 就是华为的 我就在想 其实今天的华为也好 隔离也好 李宁也好 都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长起来的 原来我们都是跟着人家跑 今天大家都掌握了 自己的核心能力 我觉得要大家 给这些企业家们 一点掌声 回到刚才李宁 李总的答题板上 我们看到排在第一位 的是文化娱乐 排在第二位的是住房 排在第三的是旅游 他选择的站在第一位的是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 其实出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 经济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人们的收入用在这个食品上的支出比例在减小 所以人们越来越多的会需要娱乐 对于这个文化娱乐的需求 我相信未来中国会发展会越来越快 是因为这需求量会越来越大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 发布的调查结果 跟我们三位嘉宾的选择是否一致 各位请看 2017年消费者会增加消费支出的排名 排在第一位的是旅游 排在第二位的是电脑手机等数码产品 排在第三位的是空调彩电等家电 哇 排在第一位的是旅游 现场的各位在过去的2016年当中 曾经出去旅游的请举手 哇 你看现场的这么多举手的朋友 已经印证了大调查数据的准确性 2016年是1.2亿人次 出去旅游海淘回来大概1万亿人民币 而且这个旅游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了 我觉得消费升级在旅游行业当中 表现得特别明显 我们每年从有一万亿的商品 从海外淘回来 我看到这个数据我在想说 中国的这些消费者如果能够把这些商品 一一把清单拿出来 把它一一把它对应 然后按质量把它做好来 我想这可能一万亿里面 可能有七千亿是不需要从海外再背回来的 这就对国内来讲 我们讲供给车的接口性改革 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机会 我们虽然中国是大国 我们做了很多产品出口 一看中国知道 但是一看品牌不是你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有站在这里 很自豪地告诉人家说 全世界最好的产品 空调就是我这儿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想去梦想去做的 对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百姓的消费医院 现在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 老百姓的消费医院 换一个调查题目 三位请听题 在2017年 你们认为消费者最不想买的东西是什么 同样 请你们按照重要性 一二三来做一个标注 这个好难 好难 做这个预测 编到非常的虐心 可能刚刚失恋 最先作答完成的是李宁先生 来 请亮牌 我们看一下李宁先生的选择 其实中国人现在还是 还缺很多 还是都想买 不过非要在这里面要选 我选两个 一个是可能家政服务 第二个是电脑这两个 原因是什么呢 家政服务大家现在购买不起 是吧 对 需要有一定条件 那电脑可能有一些替代的产品 所以不会就电脑而去 其他总体 我觉得真的中国人还是现在 还是在购买的时期吧 所以 想买多过 多过那个不想买 对 来看看 余总的答案 来 其实就不想买的 第一是住房 第二是汽车 其实不是不想买 是因为可能成本太高 太贵 对 第三个就是家电 因为家电一旦 因为家电和住房是这些相关的 一旦买了以后 它更新 不像数码产品 它更新化得还比较快 那家电如果不坏了 一般家庭就不会再更换 董总 揭晓一下您的选项 家政服务在您看来 是因为不需要呢 还是 我觉得 是我们现在家政的服务 质量 对 这个是很糟糕 让很多人 是心有余悸的那种感觉 请一个阿姨回来 就心里都不踏实 这种 我听到的太多的这种声音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不行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 呈现的结果是什么 是什么让董明珠热泪有况 不敢相信在这样的时间里 那么多的挑战 就是有了那份经历 才能真正理会 什么叫幸福和快乐 是什么让李宁唏嘘不已 还得感谢我的教练 教给我 不仅仅是体操 这些技巧 技术 拿冠军 更多的是教会了 我怎么样面对 社会 是什么让于承东泪光闪闪 因为我们总觉得 我们做得不够好 我们还能够做得更好 铁汉侠女柔情时刻 对话稍后继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对话 对话是由中国高端绿茶 竹叶青 中国好茶 天府龙牙 特别呈现 由卢州老教 国教1573赞助播出 好那我们来看看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呈现的结果是什么 来请看 2017年消费者最不想买的东西排名 排在第一位的是汽车 排在第二位的是房子 排在第三位的是文化娱乐 恭喜于总 独中两人啊 去年我们卖掉了12万亿的房子 然后15亿平方米 就每一个人买的一平方米的房子 历史上最高的 然后去年三季度以后 是中国豪华汽车增长量最快的 很多到了二位数 所以你所以他可能是整个大数据里面反映的是消费者的某一种心态 对对我们制造者来讲可以投影出下一年大家对这个产业的一种期许 可能大家认为说汽车卖的很好 但是汽车大家对汽车的现状不满意 可能是对房子很好 房子不满意 我觉得它是一个指标 就指出了我们未来需要去努力的方向 我们继续现场的调查 我们的考试难度继续提升 来看一看我们下一道问题是什么 请问购买进口产品 你认为消费者最看重的是什么 这次作答最快的是董明珠董总 董总先亮牌 来 第一个我选择的是设计感 就它一定给你带来的是一种那种美的那种 第二个我选的是这个品质和质感 第三个我觉得是科技含量 比如说德国的包 锅 那种锅我的研究好都会凭什么我们不能装 凭什么它要卖那么贵的 它那么贵你还愿意去买它的 实际上它体现的就是在这 它的科技含量 它用的那个钢 钢里面用的东西 它不是表面的一个 可能我们仿一个锅很容易 但内在的那种质量 它提炼的那个 你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是我觉得消费者喜欢 到外面买进口产品的原因 余总您判断一下消费者到国外买东西 他们看中的是什么呢 那个我选择的第一个是品质和这个质感 这一点也是中国很多企业缺乏的 第二个就是设计感 这跟东东的选择有相似 第三个就是我有点犹豫 就是说我认为品牌知名度或者身份的象征 这两个都是我可以选的 其实我觉得您没有选科技含量 有一点意外 其实我们把科技已经融入到品质和质感里面了 好 我们来看一看李宁先生的答案 我选这个 第一个选择是科技含量 消费更多的是一种应用科技 需要的某一项科技所带给你一种体验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多中国人愿意去买进口产品 是这种追求这种科技的体验 第二个我觉得是可能对于质量和耐用性 还是比较相信 因为中国很多产品 我们还是处在怎么样做得更便宜 所以有时候会牺牲很多 那使得我们的一些耐用性和质量确实会影响 我原本以为你可能还会选择一个明星效应 因为你自己也是明星 对 这个明星效应在也是一个购买的 如果要多填写一些的话 也会是一个因素 但是确实就像东总刚刚讲的 一个设计感还是很重要的 我选的是第三个设计感 对于一个消费品 就是工业产品的设计 我觉得在西方这么多年的工业化过程当中 他们已经把这个消费品 科技跟艺术 都有比较好的一个融合 所以那种美感体验 它会融入在这产品设计 所以相对而言 这种设计常常会吸引中国的消费者 接下来这个问题难度有点大 而且需要我们三位很认真 很严肃 尤其是很诚实地来回答 请问你们在国外买过东西吗 三个人提起来的心终于放下了 尤其董总可以轻松了 买过吗 我在大概八年前吧 七八年前 买过日本的饭包 买它干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们中国真的没有好饭包 买来把它拆了 没有没拆 回来我一直在用 直到那年讲 这个小波老师说买马桶干买饭包的事 让我很气愤 对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 我说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所以我们就做了自己饭包 当时那个买饭包 就是那篇文章激发了我们的斗志 小波下一次可以写一篇文章 中国人也能造好新能源汽车吗 然后新的斗志又被激发起来了 我用过一个进口的 特别好的这种电动车 但是我两年半电池就坏了 就要没有了 就要换了 但是我现在在这里就可以承诺你 我们造的电动车 十年电池绝对由我们来承担的 所以你就是这一点 我认为我就赢了 所以我认为你不要小波老师激励我 电动车我一定会做得最好的 余总 您在国外买过的东西是 我记得就是90年代 95 96年的时候 第一次出国 90年出国的时候 我到国外去看很多东西都想买回来 可惜没有钱 对 那时候第一那时候没钱 第二那时候真的国外的东西好 但是最近这些年出国以后 我都发现 基本上没什么东西可买的 有些时候还会帮别人带一些东西 我也包括看 我看其他人在国外买奢侈品品牌的一些东西 但我想奢侈品品牌就最主要的是 就是说它的品牌那种价值 所以我说我们的中国产品 其实还要在品牌这个阶段 还需要提升 李总的出国机会也那么多 您印象深刻的在国外买过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年代末出国的时候 买手表 买衣服 但是那时候也不太有钱 那后来80年代 买那个录音机 买电器 这个什么冰箱 那90年代 就是 有时候就买汽车 越买越大了 但是现在真的是 就很少有机会去买 这个首先在国内 无论是 基本上你都能买到 现在确实呢 跟往年相比 去国外专程去买东西的人 真的是少之又少了 那我们看完了三位企业家的调查结果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 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 所呈现的十万户家庭 他们的选择结果 请看 大数据调查显示 中国老百姓选择进口产品 最看重的 排在第一位的是质量和耐用性 第二位是安全可靠性 第三位是追求品质和质感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看重质量和耐用性 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国产的东西 难道质量或者是耐用性就不够好吗 我觉得它这个真的是典型的 刚刚满足了温饱的中产阶级的 一个选择标准 因为董总啊 余总啊 他们讲的把设计感放得非常的前面 但可能设计感的部分 可能是中国的中产 或者高净值人群的 会的一个需求 所以你会看就是说 市场所体现出来的东西 和企业家所认为的市场之间 是有落差的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就企业家一定看的是未来 我要给我们的消费者一点信心 其实我们在质量和耐用性上 一点都不比国际品牌差 作为企业来说 它是把安全可靠是摆在第一位的 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过去 可能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弱一点 在这个质量 在耐用性 在可靠安全性 但是这几年来的话 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把这个能力 把质量 把安全可靠 把品质这方面提升上来了 但其实也不容易 我比如说讲个很小的例子 我平时穿牛仔裤的 然后我口袋里会有个小钱包 就这么 我拿出来给大家看 这还真不是道具 口袋里小钱包 这小钱包 我已经用了八年 快九年了 我穿牛仔裤 所以这钱包很容易 很容易坏掉 原来都是国产的 买了一些 就放在那里大概半年左右几月 要退颜色了 掉皮 八年没换了 这就是一个品牌 就没坏过 没想到这么耐用 对 所以你看中国现在消费者去买的 其实有些不是特别大的东西 你比如说买眼药水 比如说买日本的菜刀 比如说买德国的锅具 像这些小的皮具 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在一些大众产品上 可能已经耐用性安全性没有问题了 但你说在一些小东西方面 对我觉得在这些小商品上面 我们还是要相信 确实我们还是有差距 对 其实这样讲 就是说 作为消费者买东西来讲 他还不可能那么理性 每一次就衡量他的品质耐用性 所以这种叫做 冲动性的购买 对 你刚刚讲的那种小的好的东西 其实是因为你比别人更有消费力 你选择了那个 那绝大多数人没做消费力 那反过来呢 中国的企业面临的是绝大多数人 他必须要想办法有量 他才能活下来 所以他就只能做 稍微质量过得去的 耐用性过得去的 最低的那个标准 这个其实我认为就需要一个时间 我们这个市场来培养我们的品牌 培养我们的企业 培养我们的产品 以前人种讽刺我 人种说 余生东说 他产品做得很好 我认为他有差距 他说你看我 他说我虽然用了华为产品 但是我的家属都不用华为产品 他们都用iPhone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人种的家属 他的妻子 他的孩子都用了华为手机了 就是说他是消费者自己选择 来来来 赞来 而且 而且实际上 我们是发布的Mate9产品手机 大家很认识的 还做了一个保持街版本 我们卖的最贵的 五千多的 卖的是最好 所以让我们所有人都下 都大点眼睛 就说 这并不是说中国消费者 这个只要买便宜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中国市场 和中国企业家 都要改变我们自己的观念 一种给你唱个对台戏好不好 因为刚才听余总讲的 其实余总刚讲的时候 人种自己用手机 他的家属不用 那你想想看 你那个场景是几年前 那确实那是证明 你的技术不行 那几年你在进步 你现在你今天拿出的 最先进 那当然不用说 你好 别人自然会选择 但这消费者 他心中就一个安全习俗 他的安全习俗是什么 你要保证我使用的质量 他的要求并不高 你要保证我使用的延线 但是是不是我们的消费者 就是只能愿意买 十块钱的东西 而不愿意买好东西呢 其实不是 因为你的产品质量 根本达不到 你凭什么卖高价 一分钱一分货 我们老百姓 最看重这个东西了 而我们中国企业 恰恰有这个实力 就是我想讲的 就是刚才余总讲的 高价高品质 但是我们有一天 中国的企业能喊出来 高品质十贺价 就是我用规模 用合理价格 就把这个利润 把这个利益部分 给消费者 企业 国家 来共享这个 我跟余总讲的 我相信我们俩会 达成共识 你老大我老二 这个江山今天就这么划定了 我觉得刚才的这个探讨 特别的有价值 你们所有的企业家 都在做着共同的努力 就是把那些 为了品质 而到海外去购物的中国人 留在我们中国的市场 来完成他们的消费 所以下面一个调查题 要调查一下 三位企业家 对中国消费者 购买国货的心理 了解多少 请听题 请问购买以下哪类商品 您认为消费者 更愿意选择国产产品 来三位 请一同两排 两个非常明显的地方是 第一 他们把家电的购买 都放在了第一位 第二 他们都肥水不流外然田 都把自己的产品 都选上去了 来我们看一看 十万家庭 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呢 请看 是什么让董明珠热泪油眶 不敢相信 在这样的时间里 那么多的挑战 就是有了那份精力 才能真正体会 什么叫幸福和快乐 是什么让李宁 唏嘘不已 还得感谢我的教练 教给我不仅仅是 体操 这些技巧 技术 拿冠军 更多的是 教会了我怎么样 面对社会 是什么让于承东 泪光闪闪 因为我们总觉得 让我们做得不够好 我们还能够做得更好 铁汉 侠女柔情时刻 对话 稍后继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我们的对话 对话是由 中国高端绿茶 竹叶青 中国好茶 天府龙牙 特别呈现 来我们看一看 十万家庭 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呢 请看 大调查结果显示 在选购空调等家电时 有39%的中国人选择国货 而在选择手机和电脑等数码产品时 有42%的人首选国货 作为世界第一的纺织大国 中国老百姓最愿意购买的 国货排名第一的是服装 有43%的中国人 在购买服装时 首选中国制造 首先要祝贺三位 你们都在领奖台上 毕竟中国人口都 这价格上比较实惠点 而且在互联网 电商出现之后 大量的服装 是在普及的最佳的状态 那你怎么那么谦虚 怎么不把服装选第一 对 我在说你怎么为什么不把你服装填在第一个 因为我是从消费者这来选择 就是说如果说他在消费的时候支付了 来讲如果说这很难讲 因为毕竟我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消费者 对 你们两位买过李宁先生出品的服装吗 体育装备 有衣服 有裤子 有鞋子 我穿过 体育装备 而且你总给我们中国的乒乓球 对定制的服装我都有 重要不是要有服装 因为运动服装重要是你要参加那个运动 所以我是期待了更多的人参加运动 我想谈要我的选择的考虑 就我选的三个领域都是电子领域 一个是家电 一个是手机 一个是这个电脑 对 但是这三个领域就为什么选服装 我想第一个可能因为我是一个男性 我对于基本上男人不太喜欢服装 服装不敏感 对 根本人家也是男性 人家还做服装吗 对 他做服装 但是我 但是为什么我把几个电子力的产品选择国产厂家 国产的品牌的选择 这个科技的创新的投入 能力的积累 应该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选择和信赖 国产的品牌 对 其实我们老百姓在购买国货的时候 意愿是很强烈的 现在该帮我们的董总做一下市场调查 你们购买的家电产品 尤其是空调 什么牌子的 来 不管这块 我得回去问问 问问家里的领导 这个 余总你要慎重回答 回答不好 咱们就不能做朋友了 我家里买过那个 海尔 买过格力 格力空调 然后因为现在它是中央空调 因为最近也很忙 可能我家里家人搞装修 我不参与选择 但我买回来装修好房子 我才看到那个是大金的 没关系 我觉得没有比对 就不知道谁好 我就愿意去竞争 去比对 其实刚才那些门类 从服装 电脑 手机 空调 到汽车 中国都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国 中国在09年的时候 两个数据 第一 2009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 超过了美国 2009年中国在整个全球 制造业中的比重 达到27% 超过了美国 所以你说中国是大的话 其实已经是 八年前的事情了 我觉得八年以来 大家干的是强的事情 我们做到大花了31年的时间 我们可能还要花10年 20年 可能30年的时间 做大而强 其实今天让我们欣慰的是 有不少的中国制造 早已经成为了世界最领先的 技术或者是品牌的代言 如果我们把追赶的目标 定在这两个词上 我不知道三位企业家 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一个是品牌 一个是质量 我们中国制造 应该抄哪一条路 更近 更好走 或者说更值得我们去探索 董总您的选择是 我先来 是吧 我觉得还是选质量 选质量 我调查一下 另外两位 你们有相同的选项 还是不同的选项 我们第一是质量 第二是品牌 质量 李宁先生 您的选择是 品牌 品牌 有不同的 来我们先听听你们的理由 就是你一定要保证它的质量 它使用以后的那种感受 是最好的 这是你的品牌地位就出来 所以我们过去曾经搞过 很多啊 中国曾经搞过什么 无形资产的评估 我从来不去评估 你那个评估 你看我们中国很多企业 无形资产评估是几百亿 四百多亿 当时那时候 两千年左右嘛 四百多亿 但是第一天平的 但我这个第二天讲的 有点夸张 也就是一两个月时间吧 这品牌没了 那你说这个品牌 有没有价值 所以我觉得一个品牌 能够长胜不衰 能够支撑它的 就是质量 技术 其实要说 对于产品质量的 自私以求的追求 我在江湖上 听说过一个传闻说 华为的手机 在测质量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用开枪的方式 此话当真吗 这个 其实我看到 多少次媒体报道 就是华为的手机 被别人挡了子弹 其实这个真是 损述偶然的事件 但是我们做试验的时候 就是我们可靠性试验 确实做了很多强度试验 这强度试验 包括跌落 包括这种可靠性 这种方面 但是就是说 真正发生了很多事 就是说是 确实是我们的手机 我们的平板 平板电脑 都挡过子弹 人也巧的 是装在 这个人装在身上 正好子弹打上了 就是这个 国外的媒体报道以后 被中国媒体转载 但是我想的是 在这一点背后的东西 什么呢 就是华为 其实我们一直在 就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 我们都要的强调质量 其实关于华为的手机 还有第二个传言 需要跟您来印证一下 大家都说 很多国际的知名品牌 在手机领域也是如此 他们定了非常高的价格 狂赚中国人的钱 但是华为好像不一样 他们去年11月 在欧洲发了一款 最新的旗舰手机 在国外售价1万多 听说到了我们中国 就几千块钱就可以了 我想我们在国外卖的产品 你看华为的P9系列 Mate系列 我们去年发布的 就是Mate系列 最高一款卖到 1399欧元 就100多块钱 是 其实卖的也很好 因为我们 我们的Mate9 得到了欧洲的几乎 所有的专业媒体的测评 专业领域的测评 专业机构的测评 第一名 其实这个非常难 我们过去说实话 这个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但这个背后的东西 是什么呢 我们自己的核心能力 你看我们手机的芯片 是我们华为自己做的 这一颗芯片的复杂度 原来超过了现在电脑的那个芯片 最新的那个英特的那个电脑的芯片 做华为一年100多亿美元的研发投入 全球排到前几位 谢谢你们为提升中国制造的产品品质 而付出的努力 和两位不同的是 刚才我们看到了 李宁先生选择的是品牌 其实说起来呢 李宁服装本身就是中国制造当中的一个品牌 所不同的是 我们看到在2012年 13年 14年 这三年 他们遭遇了业绩的下滑 而后来是李宁重新出山 挽救了企业继续下滑的一个趋势 刚才有朋友问 就跟我说 李宁牌啊 这个李宁公司 李宁啊 李宁我还是很期待的 我说你期待我什么 你是期待我公司赚钱 还是期待我的产品做得棒 其实大家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们过去三年 并不是我们业绩上的滑坡 是我们因为主动自己调整 要转型 才会影响到业绩 那我觉得刚才为什么我要选择品牌 不选择质量 不是说质量不重要 里面有很多内容 包括质量 更重要的是一个产品体验 所以你像比如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篮球 我们在做这个篮球鞋 或者做跑步鞋 那我们首先就要去研究 研究这项运动 它的特性 人体的运动 它运动力学 运动医学 人理医学 还有这个场地环境 材料功能 最后才能 你 加上你的外观设计 这个 才找到说这个产品会有吸引力 品质是中国企业 当下状态第一要素 但下一阶段的最重要的要素 应该是品牌 其实品牌是一个公司 长期的对消费者的承诺 所以它包含的范围是远远高于 高于远远超过质量 中国制造不是一个工业产品的简单的加工 它应该是 如果它真正能够有价值 在它的副价值是 它预先的那种规划设计 预先对于未来使用场景的一种想象力 之后把它落实到最后这个产品 这才是中国制造的价值 但是中国我认为跟欧洲 日本 美国等发达国家比 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优势 叫做供需错配 就是我们有很强大的生产能力 那同时我们中国崛起了数以亿级的中产阶级消费者 我记得我09年的时候 我曾经跟美国的一家调研公司黑做过一个调研 就是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叫中国企业家数字模型 第一条 说中国当前企业家的数字模型 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是叫做面对本土市场的创新不足 我当时大吃一惊 我说我们处在一个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里面 那么大的生产能力 那怎么企业家面对本土市场创新不足呢 我想了好多年没想通 在那里想清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是企业家比谁都聪明 因为你所有的创新 没有人为你的创新买单 大家买的都还是那个价格 买的还是那个规模 所以当那些开始认识理性消费者出现的时候 能够为品质 为品牌 为质量买单的消费者出现的时候 倒逼供给者进行改革 我认为中国制造业未来 会越来进入到一个真正的黄金时期 是消费者成熟了 我们现在1.3个亿 中国大概到2030年的时候 中国有9亿4千万人住在城市里面 有30%的 3.5个亿的重产级消费者 相当于整个一个美国国家人口 我们的重产级阶级 那你想想看 我们还有十多年时间 我相信这十多年时间里面 中国会出现非常多像今天在座的优秀的企业家 我甚至还会认为除了硬件以外 我们还能提供软件 这个软件要叫中国的管理思想 其实今天格力也好 华为也好 理念也好 他们的面前已经没有对标企业了 东东你的对面 全球的可对标的空调企业是谁 已经没有了 华为也被定有 理念也被定有了 所以我们一旦不确定性发生以后 市场那么大 所以我认为可能会出现很多转折的困难 但我相信制造业的光明的一天 一定会在不远的地方 对 我相信我们这三位企业家 他们都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接受到了来自消费者发出的最新的消费需求的信息 其实这样的准备工作并不是在一天当中完成了 为了让消费者有更好的消费感受 为了制造出能够代表中国制造的最高水平的产品 他们已经默默地在自己的原地当中耕耘了十年 二十年甚至三十年 他们付出了很多 多到他们自己可能都记不住了 我们来看一看他们走过的这段日子 李宁 李宁 1982年 他创造了世界体操史上的神话 1988年 他泪洒汉城 带着伤先遗憾 落幕退役 1990年 李宁公司成立 他完成了从体育明星到企业明星的退役 让世界知道了一切皆有可能的民族品牌 2008年 他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点燃了圣火 再次飞越人生巅峰 但是李宁公司却开始连续亏损 2015年 他重出江湖 李宁拯救李宁 当年李宁公司扭归为盈 从1982到2017 35年人生轮回起起落落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李宁 带着自己的品牌 再次走上巅峰 于成都 1993年 他带着强国梦激情加入了华为 这一年他24岁 2008年 开拓华为欧洲市场 夺得市场份额第一 2011年 华为进入了消费者领域 42岁的他开始领军华为中端 1993到2017 24年两轮回 他是任正非背后的男人 他是于成东 华为加油 于成东加油 董明珠 1990年 36岁的他决定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南下珠海 成为格力最基层的业务员 1994年 格力内部出现严重危机 他临危受命 拯救格力与危难 2012年 他被正式任命为格力集团董事长 这一年 58岁的他带领格力成为中国首家营收破千亿的家电上市企业 2016年 他卸任格力集团董事长 引发众多虚寒问暖 12月 背水一战 以个人名义收购珠海银龙 只为让格力更好 让中国制造更好 从1990到2017 他为格力奋战了27年之久 他不介意自己被黑 但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格力 他一生的梦想就是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他是格力董明珠 他为中国制造代言 这是一段让我们特别感慨的回望 其实我觉得日理万机的三位很少有时间重新去回望自己青春的容颜 这么多年过去了 青春的岁月其实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新的烙印 他们的头发变白了 他们日夜操劳 他们为自己的品牌 为自己的产品 为自己产品的质量 为消费者的使用 可以说操碎了心 今天坐在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 看到年轻的自己 看到自己曾经在这个岁月当中 拼杀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累吗 你们觉得这段日子还值得吗 我觉得其实回过头看 但是过去的道路很艰辛 但每一个 当我们的成功的 每一个阶段的成果 和成功的喜悦 都能激励我们 能更加努力 要做更大的目标 更好的 更大的挑战 迎接更大的挑战 刚才你问问我 就是任总有什么激励 我说其实任总有最大的 给我们最大的激励 就是激励我们 要不断地不满足 不断地挑战 不断地奋进 要做得更好 如果在此时此刻 你可以的话 请你选择一个人 请你对他说一句 你最想说的话 我想对 最想说的是家人 因为这二十 我在华为二十四年来 大家是业意气势的工作 你说过说 我从校门 踏入了公司 我们加班 我们努力干 干了二十四年 其实我们不希望员工加班 我们员工希望他下班 就可以回家陪家人 但是我们管理层 其实我们二十四年来 我在华为 我们经历的 是自动不断地努力 因为我们总觉得 我们做得不够好 我们还能够做得更好 这一刻我们看到 于成东先生的眼中 充满了泪水 我理解 那是一份力量 让自己做得更好的一份力量 董总 很多人都觉得 在一个男性占 更大多数的商业市场当中 拼杀本身就是一件 很辛苦的事情 对于您来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 有什么特别的感慨 我觉得 回头看的时候 觉得 似乎 不敢相信 在那样的时间里 那么多的挑战 但是我还是觉得 就是有了那份精力 才能真正理会 什么叫幸福和快乐 谢谢 我们愿意跟您一起来 分享您的幸福和喜悦 李宁先生 同样 选一个人 选一句话 其实这个 稀里糊涂就走过来了 反正你清醒也走 稀里糊涂也走 人一下就到了五十多岁 这个挺好 这个这么多年过来 自己都或者主动 或者被动的选择 都往前走着 那其实要感谢 还得感谢我的教练 当我运动员的时候 教给我不是 不仅是这个体操 这些技巧 技术 我打冠军 更多的是 教会了我怎么样 面对社会 面对自己 面对这个世界 挺好 这是他们留给自己的 一个评价 也是我们愿意送给 你们的一句话 有你们 真的挺好 谢谢 今天台上三个企业家 李宁是90年创业的 董姐姐是90年 经营了格力的 我是90年大学毕业 开始在媒体当工业记者 开始建企业家的 所以刚才他们讲的时候 想起尼采讲的一句话 说那些没有消灭 我们的东西 将使我们变得 更加的强大 每一个人能够走到 这个舞台上的人 肯定都是血肉模糊 跌跌撞撞走过来的 所以任何的成功 中国制造的成功 一定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 岁月可能擦去了 他们青春的冲动 或者是青春的锋芒 但是他们依然不变的 是那份青春的激情 我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 李克强总理在巴西 体验中国高铁的时候 说了一句 特别振奋人心的话 他希望我们中国制造 能够走出去像高铁一样 打造一张又一张 永不褪色的 属于我们中国制造的 黄金名片 今天我们把一个 黄金名片的缩小版 放在了我们的现场 我们请到 坚守在中国制造领域 当中的这三位 包括吴小波先生 在我们的这张 黄金版的中国制造名片上 写上你们最忠心的 祝福和心愿 经过内部的协商讨论 我们首先推举了世界冠军 李宁先生写出的是 产品体验 余承东先生写上的是 品质 创新 品牌 董明珠女士写出的是 永不停步 小波写的是 向死而生 谢谢你们的努力 谢谢大家的祝福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收看 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